哈喽大家好,我是涛哥,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。 他竟然是自己扔掉的玩偶,吓得女主是大惊失色。 画面一转,女主找到了自己的准男友小帅,将最近的诡异经历告诉了他。 原来女主早就把这个玩偶扔到过垃圾桶里,然而她每扔一次,这个玩偶都会以快递的形式送到她的手中,前前后后已经是好几次了。 我乐个去,要是涛哥我的话,我一天扔她个几千次,快递的纸盒我可以卖废品,顺便带你个快递送件也能躺转啊。 而女主也选择过报案,但警察却说这并没有触犯到法律,没法立案。 可女主实在是太害怕了,希望小帅给自己找一个新的房子,女主想要搬家。 小帅一听,按耐住内心的喜悦,告诉女主,干脆搬到自己的家中,自己还可以照顾她。 女主想了想,也就答应了。 接着小帅立马起身,他让女主收拾行李,自己去外面把玩偶给埋了,一了百了。 可是女主等了很久,小帅都没有回来,这时门铃响了。 女主急忙去开门,然而来的人却是快递员,女主也不记得自己买了什么东西,对方只是让女主赶紧签收。 然而就在女主回屋拿印章的时候,那个快递员居然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。 女主疑惑地走了过去,无意中看了一眼快递员的鞋,结果发现他的鞋上都是泥土。 女主仿佛是明白了什么,难道出门买木偶的小帅已经遭遇了不测? 这时快递员缓缓地关上了门,然后将门反锁,拿出了美工刀,逼着女主打开包裹,里面果然是那只破旧的玩偶。 接着快递员模仿玩偶说话的样子,问女主为什么要抛弃他,说完他逼着女主转过身去。 就在涛哥以为女主要遭遇不测的时候,那个快递员却转身离开了,地面上只留下了那只玩偶。 女主以为是平安无事了,不料门口又响起了美工刀的咔哒声。 伴随着女主惊恐的眼神,第一个故事就结束了。 第二个故事,野外。 故事开始,男女主开车去往另一个城市旅行,可走着走着,两人就迷路了。 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黑灯瞎火连盏路灯也没有,男主焦急地查着导航,而女主有些尿急,下车跑到旁边的树林去方便了。 忽然汽车的喇叭响了起来,女主以为是男主在催自己,不耐烦地回应了一句,果然立刻就安静了下来。 就在这时,女主听到森林的黑暗处有动静,以为是野兽什么的,吓得女主赶紧就起身。 接着他往声音传来的地方一看,有个人影出现,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。 他以为是男主就叫了他一声,但对方却并没有回应,只是一步步地向着女主走来。 这时女主才看清,这是一个陌生的男人,手里还拿着一把钢叉,女主吓得是拔腿就跑,一路跑到了车上,然后发现男主满头是血地在地上晕了过去。 与此同时,那个男人也已经来到了车前,死死地盯着女主。 女主本来是想汽车逃跑,不料车门却被反锁了起来,原来那个钢叉男已经把他们的车钥匙给拿走了。 女主惊恐地大喊了起来,在危急关头,受伤的男主突然将钢叉男给撞倒,然后夺过钥匙立马上车逃命。 钢叉男看着他们的汽车远去,只好默默地来到了森林的深处。 此时森林里一男一女被绑了起来,惊恐地看着眼前的钢叉男。 钢叉男这下没有失手,一插一个要了两人的性命,故事到此结束。 第三个故事,挥棒练习。 故事开始,晚上女主一个人在球场上练习棒球,但连击了几次都没有击中,心情很是郁闷,她收拾行囊刚要离开。 却突然看到旁边有个年轻的男子小帅也在练习棒球,那帅气的挥棒动作瞬间就俘虏了女主的芳心。 小帅也似乎发现了女主,朝他这边看了一眼,女主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开了。 晚上女主正在睡觉,忽然有个陌生人窗入了他的家中,女主一开始是并没有感觉,直到他被一阵有规律的刷刷声吵醒。 女主睁开眼睛一看,那个小帅居然在他的家里面练习棒球。 女主也是懵逼了,这是怎么回事,女主害怕的不敢发出声音。 这时小帅估计是练习的太热了,就脱掉了上衣,露出了那坚实的肌肉,然后继续练球。 随后练完球的小帅穿上了衣服,离开了女主的家。 没想到后来就没有后来了,这个故事居然就这么结束了。 陶哥严重怀疑这是女主做了一个有关春天的梦。 第四个故事,废墟。 故事开始,熊大熊二和翠花是一个灵异社团的成员, 他们专门找一些发生过事故或者自杀的现场拍摄视频。 这天他们来到了一栋荒废的废宅,据说这里曾经发生过凶杀案。 三人分工后就走进了房子,可没一会儿翠花就和两人走散了。 这时翠花身后的电源箱忽然自己打开。 接着一个人从背后拍了翠花一下,差点就把翠花给吓尿了。 仔细一看,原来是熊二。 看着翠花狼狈的模样,熊二笑的是前仰后合,还给翠花拍了张照留作纪念。 翠花可是没有兴致陪他在这里胡闹,想要尽快地离开。 在他们走出去后,电源箱的门又自动关上了。 随后三人上了车准备离开,熊大在后座翻看熊二拍摄的照片。 结果在翠花的那张照片上发现了一个看不清脸的陌生人。 熊大和熊二一下子就来了兴趣,于是留下翠花看车,两人再次折返回了废宅。 过了好久,翠花还是没有看到熊大和熊二回来,心里很是担心。 于是他壮着胆子跑到废宅找他俩。 隔着玻璃他看到熊大倒在了地上,翠花立马就冲了进去,没想到那只是一个塑料模特。 这时旁边又响起了拍照的声音,原来是熊大熊二根本就没有事儿,他们是故意在这里吓翠花的。 而且之前照片上的人影也是他俩搞的恶作剧,翠花为此是非常的生气。 接着翠花拿出了平板,再次翻看那张照片,结果他发现照片的另一边还有一个人影。 翠花赶忙招呼熊二过来看,两人正在疑惑的时候,熊大忽然倒在了地上,接着凶手出现。 原来之前发生在这里的凶杀案的凶手并没有被抓获,一直躲在这座废宅里。 最终熊大熊二和翠花都丢掉了性命,故事到此结束。 哎,真的是不做死就不会死的。 第五个故事,酒店。 友情提示,看这个故事前,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哦。 故事开始,女主来到外地住进了一家酒店,准备晚上参加朋友的聚会。 这时,她看到走廊的尽头,一个坐着轮椅的眼镜男,把房间钥匙吊在了地上,于是好心地帮忙去捡,还把眼镜男推进了房间。 可这时,眼镜男突然站了起来,然后一把江门反锁,女主也是惊呆了, 看来自己是遇到坏人了。 没想到接下来,眼镜男居然又坐回了轮椅。 她让女主打开柜子的抽屉,女主照做了,结果抽屉里只有一把锤子。 眼镜男突然起身拿起了锤子,难道要将女主抱头? 呃,大家又猜错了。 眼镜男又坐了回去,然后提出让女主配合她做一份问卷调查。 第一个问题,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吗? 女主回答说,应该算是吧,谁知眼镜男非常的生气,说是就是,不是就不是,不能这么莫能两可的回答。 女主吓得连忙回答说是,第二个问题,有陌生男人和你搭讪,你和他走之前有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? 女主回答说没有,眼镜男接着又问,你为什么对陌生的男性那么的好? 女主被这个问题是彻底搞懵逼了,通通吐吐的,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 这时,眼镜男拿起了锤子大喊,你这个废物,这点都搞不清楚吗? 女主害怕的蹲在地上,大哭了起来,眼镜男逼着女主站起来,然后又重复了第三个问题。 女主想了想说,因为我不能放着需要帮助的人不管。 接着,眼镜男问出了第四个问题,你认为这个房间发出惨叫,隔壁的人会听到吗? 女主回答说,我认为会听到。 眼镜男又问,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? 女主回答说,我觉得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 眼镜男继续问,你觉得你在这里会受到折磨吗? 女主说,不会。 眼镜男接着问,假如你受到折磨,你觉得会是哪种方式? 女主坚定地说,我觉得我不会受到折磨。 眼镜男接着问,你被人用锤子打过吗? 女主回答说,没有。 如果被人用锤子打,你觉得会出血吗? 女主继续回答,我觉得没有人会用锤子打我。 眼镜男又问,如果有人用锤子打你,你觉得打哪里比较好? 女主继续说,没有人会用锤子打我。 眼镜男欺而不舍地问,你知道锤子打哪里最疼吗? 女主说,我觉得锤子不是用来打人地。 我的天,眼镜男又问了,你见过别人用锤子打人吗? 女主答,我觉得锤子一定不能用来打人。 眼镜男问,你喜欢锤子吗? 女主说,不喜欢。 然后又问,你想试试被人用锤子打一次吗? 女主答,我不想。 又问,不用锤子,你想被别的东西打吗? 女主答,我不想挨打。 然后又问,你现在在反省吗? 女主说,是,我在反省。 然后又问,你是否觉得自己不成熟? 女主回答,是的,我打心里这么觉得。 然后居然又从身上拿出了一把电击枪。 而更恐怖的是,他又开始问问题了。 你被电击枪电过吗? 如果被电到,你觉得哪里会发麻? 你觉得你能承受多大的电压呢? 你是不是很好奇,你的朋友去了哪里? 你知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了哪里? 你知不知道这家的酒店的老板就是我呢? 第五个故事,到此结束。 问题是终于回答完了。 眼镜男让女主打开刚才放锤子的那个抽屉, 然后迅速地将锤子放回了抽屉里。 好吧,看了本篇,涛哥想问大家几个问题。 大家知道涛哥多想揍这个眼镜男吗? 大家知道涛哥想用什么揍这个眼镜男呢? 如果揍这个眼镜男,大家会为涛哥提供什么样的工具呢? 大家有没有现在也想揍这个眼镜男的呢? 大家揍这个眼镜男想要用什么工具呢? 好了好了,在涛哥被逼疯之前,赶紧结束今天的解说。 最后不要在意分段式恐怖电影的起因和结局, 因为都是开放式的,你觉得怎么害怕它就是什么? 没有什么看懂和看不懂之说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。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,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。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,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。 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